Hello,大家好,我是修康,这里是麦克云课堂 通过前面系列的学习,我们都知道虚拟机模拟的是硬件的操作环境 那么这个硬件的配置也是可以修改的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关闭虚拟机 进入配置界面 虚拟机的配置主要就是CPU,内存和显卡 大部分情况下CPU的配置按照参见的建议不用动 并不是开得越高,虚拟机的性能就越好 接下来看内存 虚拟机最吃的就是内存了 把内存推到推荐范围内的最大值,比如现在的4G 就能获得最好的流畅性 但是实际使用中并不一定都是如此 因为内存一旦分配给虚拟机 它就会把属于它的内部分通通拿走 比如我现在给虚拟机分配的是4G内存 在任务量不大的时候 Windows系统只需要2G内存就可以了 但它也会占着4G内存不释放出来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打开一些Mac里的程序 因为虚拟机已经拿走了一半的内存 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内存吃紧 拖累系统卡顿 系统都卡了,那虚拟机肯定也跟着卡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测试一下 2G到4G之间哪个更适合 如果你的内存是16G的 那当我刚才那些都没说 直接推到8G,美滋滋 内存的问题说完了,接着来看图形 需要了解的一点就是虚拟机是无法直接调用显卡的 这里的显存和你显卡的显存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吃掉你的内存模拟出来的 所以一般设置成自动就可以了 在Windows里面查看显卡 不论你原本机器的显卡是什么 出现的都是这个Parallels Display Adapter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所有Mac机型的显卡在虚拟机里面都是吃大锅饭 性能都是一样的呢 当然不是了 虚拟机虽然不能直接调用显卡 但是可以像普通程序一样获取显卡的运算资源 通过转换把这种运算资源变为虚拟Windows里面的3D加速能力 所以不同档次的显卡最后在虚拟机里面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电脑拥有一块独立显卡 可以在高级设置里面勾选自动图形切换 当Mac系统启用独立显卡运算的时候 虚拟机也能相应的获取独立显卡的运算资源 再来看下面的分辨率 默认的Reitian的分辨率非常非常扬眼 就大多数时候都用这个分辨率 一旦改成了缩放就像回到了十年前 但是呢对于游戏或者比较吃显卡的工作模式 开放到第二个缩放能减轻不少系统的压力 最后聊聊硬盘 一般来说虚拟机安装完都是128G的硬盘部署 这个和刚才讲到的内存是不一样的 这个128G只是Windows系统容量的上限 并不会一次性的占用Mac 128G的磁盘空间 新安装好的Win10虚拟机大概会有17G左右 随着文件资料的变多 这个虚拟机的文件也会慢慢的变大 好了关于虚拟机的配置呢就讲完了 在下期的视频中 我将分享一些我自己在使用Paris的虚拟机时候 遇到了一些困惑 并且提供后来找到的解决方案 想了解更多的Mac技巧 请关注Mac云克堂 我们下次见